大家好,我是夹西,带来一局新三国 我们这一局随着是个红色法国 这一局最大的看点就是玩大炮 一般打三国肯定要照铁幕、超时空、闪电等等高科技 但是我们这一局基本上就是用大炮最大的看点 然后开局我们先造围墙,先把那个路口围住 好,把中间三家卫国围住 再造围墙,把旁边那个西凉围住 因为那个西凉呢,他家里面有两个电线杆 我们是没办法去偷他 但是对方要偷就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造围墙围住 中间这个矿呢,我们是不太好去抢 看看我的队友呢 我的队友这个矿场的话,造的稍微有点慢 我这个重工啊,感觉马上就好了 好,先造围墙呢,把这个基地的给他围住 像我们这个位置呢,家里面是一些材质矿 加上呢,这个家门口有些房子 进行小兵房所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出两流啊,发展一下 刚刚我们是把下面那个游警占了 因为当时呢,我这个队友呢 我感觉好像呢,不怎么废王 那个游警呢,他都不占 那我肯定对吧,要把他占了哈 好,补个电场 造完电场之后,准备快点造高科哈 像打三国呢,一定要像盟军对吧 一定要偷到新 这样子一星的飞行面和一星的坦克才比较厉害哈 我们再观察一下右边 右边的话是两个苏军啊 中间呢,好像是两个苏军,一个盟军 然后西凉的话呢,是一个防射 防射呢,好像是个盟军哈 我们先造个高科,准备造间谍去偷心 这里呢,我们造个直升机啊 因为在中间呢,有两个游警 这两个游警呢,好像他们都不占 那我们肯定要把他占过来 这样子经济发展的会好一点哈 好,游警一占 这个时候呢,就准备造个间谍哈 间谍我们先变个骰子,中间三家都是苏军 魏国的三家呢,正在整下面两个苏军哈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凤随对吧,去偷身心哈 好,再把中间游警一占 这个角落呢,还有一个游警 他们呢,都不太喜欢站游警 那我们干脆对吧,待会造个工程师把那个游警呢,也占了哈 然后把这个围墙一卖,直接冲到横射家里面 先把兵营一摸 好,再补个电厂 接下来我们准备往那个下面呢,造一个框厂 因为呢,高地的有很多材色框 但是最后注意看,这个西凉的房子呢 几个多个都过来把围墙打开 他这个架式对吧,好像呢,想过来哈 但是他是盟军,造了一些小飞熊呢,我们也不怕 地宝交放营呢,完全可以守住的 好,打掉工程师,这个粉色还想过来抢 好,欢迎坦克往后一推,对方只用两个 打掉粉色的坦克 目前手上呢,钱还是比较多,还有一万多 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单单是造了铁木装置 然后呢,哎哟,你看我这队友还可以啊 把超时空造出来了 但是呢,他这个超时空一造的话 大家看,他这个牛车,好像就一个牛车 坦克的目前就一个 这一牛造高科,造超时空,这也是一个人哪大 你这个坦克都没得,对吧 待会呢怎么锁,根本锁不住 你看,这右边这么多大坦克 中间的三家就更不用说了 还好当时呢,卫国三家一直在整下面了 然后我们找到个敌费呢,准备继续过去偷身心哈 这个黄色,好像走一想过来走我们 你看,拿了个通车想过来偷我,打掉他的间谍 这一局呢,我们是法国啊,回来当时打到这里呢 我就想,对吧,多造个基地 这样子待会呢,造大坦的速度会快一点哈 好,基地一说,先放在角落哈 目前呢,我们手上你看,钱还是比较多 准备呢,造个超时空 这一局呢,我主要是想往法国 往一点的这个发火,另一个打法 大家看着的会不一样 所以说前期呢,我其实没怎么去进攻啊,你看 就在这里,对吧 造飞行兵啊,然后呢,造一些放野 放在家里面就够了哈 飞行兵的话,待会呢可以配合大炮的去进攻 待会呢,我们你看,可以从这个上面啊,延伸一些建筑过去 直接大炮的过去整个黄色 这个黄色目前对我们威胁是比较大的 他也有超时空啊 好,我们换一坦克直接上去 这一回呢,我们准备去把那个坦克对吧 重工啊,偷射心啊 好,打掉地板之后 我们这个偷射呢,准备拐进去 把这个重工一摸 这中间三家卫国的好像都没了哈 这下面两家的比较厉害 就是那个右边两家哈,我们暂时的过不上 先把这个黄色带走 看到没有,大炮一放 对方拿那些小兵,我们飞行兵冲过去整掉他 这个大炮配飞行兵是不是相当厉害 而且你看,他那个小兵想过来啊 我们直接一个电场堵个阵 这样子他的坦克呢,根本过不来哈 好,打掉对方的超时空 这样子呢,西凉就没了哈 目前呢,就总共剩下两架哈 一边是右边的两个苏军 他们是有两个铁木哈 然后呢,我们是两个超时空 这个时候对方的铁木已经好了 而且他们是双铁木啊 看到没有,两家坦克分两块 上下呢,再整我们 好,紫色套上铁木冲着进来 怎么办?坦克往后一退 这个超时空呢,没关系 把它卖掉就可以了哈 好,对方的坦克 下方呢,也套上铁木 感觉这一波是不是不太好顶啊 你看我这个队友,基地直接没了哈 而且呢,他这个重工啊,也瞬间呢,被干掉了 还好呢,还有个兵营啊 还有空子波,可以造点飞行兵啊 还有个超时空 这个超时空呢,我们先把它保护一下 目前家里面的其实没什么坦克不多 就几个幻影 加上两个大炮,主要呢,是这个飞行兵啊 这个一星的飞行兵那是相当厉害 对方两个苏军呢,他们是可以造那个核弹了 其实他们两家呢,只要在家里面慢慢的造核弹 再拉着基地到处去发展 我感觉这一局呢,其实我们是难度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虽然说有超时空 但是对方这个钢铁 红流一冲呢,我们想要防守 也是压力非常大的哈 飞行兵想找机会去偷袭 但是呢,找不到,毕竟的话 他们两家都在这里造了一些履带车哈 我们先补个牛车 还是先发展一下经济哈 我这个矿场呢 好像呢,还没地方放 这个时候,紫色的铁木装置已经好了 对方套上铁木,冲了进来 他这不冲击的话呢,顶多打掉我一个基地 无所谓,对吧 看下来他要打什么 原来是想过来啊,拆掉我队友的超时空 还顺手的打掉了高科 这样子你看我队友啊,就只剩下一个兵营了 他现在空子步都没了 只能照点小兵的稍微的防一下 这个小兵呢,其实还是有用的 看到没有,堆在这个家门口啊 我们这回呢,中国里面依然没有造坦克 因为呢,我就想着 他们两家的话,这样打的话 肯定会不停的打我们基地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基地最好呢 就是多造几个 你看我们把基地对吧 往上面稍微拉动一下 主要呢,是想往中间慢慢去 家里面又造了个基地 目前呢,有三个基地啊 这个基地一定要分散开来放 不要放在一起啊 这个时候,紫色已经造了核弹 而且你看这个橙色 他拉着基地的响气开批矿去 但是呢,被我们那个画影整掉 上面那个画呢,不能给他 因为他们本身家里面已经有两块地盘了 要是再让他们把上面那个地盘占了呢 肯定对吧,对我不利 然后我们继续在中国里面造基地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四个基地了 好,往中间造个荒场 每块地盘呢,我们都造裂痕啊 这样子对方呢,他就不知道我哪里有中攻,哪里有基地对吧 对方的坦克来到下排想要进攻 我们造一个裂痕,然后飞行兵过来 对方也是非常的急躁 泡了铁木,但是只有四个坦克 这四个坦克 直接冲过来打我这个超时空 其实无所谓,对吧 我们把它卖掉就行了 代表我们基地多了,造超时空呢 都是秒造的啊 好,又把我的高科整掉 没关系,你看 我们慢慢的往中路延伸 家里面再放一个大炮 这个幻影坦克配合大炮的防守呢 是相当厉害啊 好,再把高科一照 我们干脆的多照两个作战实验室啊 这个时候,你看中间啊 橙色的坦克拿到中路 他呢,天目其实还没有好 但是呢,他看到我在中间采矿 他肯定的想过来压制他 没有关系,让他过来,你看 他拆掉我大炮,你看我们后排好多放营 先把他的防空车整掉 然后飞行兵疯狂说说 他那个坦克 瞬间呢,就没了 再在中间造个大炮 接下来呢,你看我们中国里面 继续造基地 现在我们已经有五个基地了 好,再来一个矿场 建造速度呢,已经非常快了 好,再来把超时空造好 这回的紫色的核弹呢,已经好了 他那个核弹呢,顶多就是炸一下我的建筑 无所谓,反正我基地多对吧 所以看中路哦 这个紫色呢,套了一根铁木蜘蛛 估计看到我这个幻影比较烦人 对吧,直接过来啊,追着我的幻影 但是这样呢,无所谓啊 他这个铁木呢,其实相当于浪费了 没占到什么太大便宜啊 好,中间再甩一个大炮 待会我们这个大炮呢 就可以直接延伸到那个下面去哈 只不过这回呢,来一发核弹 我们听声便位,卖建筑 顶多,还没有炸个寂寞 再在中路造一个裂痕 手上呢,我们就全程造飞行兵哈 然后呢,适当的呢,我们就造几个放影的防守下 你看我们这个基地,对吧 到处都有了,建造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这回紫色的坦克来到中路 橙色的有铁木哈 这个紫色的铁木也快好了 应该是想用一波铁木接力 他们用在下排啊 你看我们这个幻影直接往上一走 等他的坦克过来 我们幻影继续往后移退 他的铁木现在差不多了 你看我们这个幻影瞬间一补位 加上大炮一崩 这个坦克是不是占不到便宜啊 好,紫色坦克拿到中路 想要进攻,但是没有关系 飞行兵加上大炮,加上裂痕 不过呢,他这里都是有个微战舰啊 好,我们拿飞行兵强行上去给他换掉 这个微战舰的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把它整掉好 好,下面紫色拿了一波铁木 我们这里四个大炮 因为这个地方呢有裂痕啊 他这个坦克坑没有 直接藏去植 哎呦,没想到的是奔着我这个超时空哈 这个超时空中丢来的其实问题不大 我们只需要再造一个 因为现在我基地比较多 建造速度相当快 你看我们这个造个兵营基本上就是秒造 现在中间你看大炮是不是已经比较多了呀 配合飞行兵 然后下方的大炮配上欢迎 他们即使有铁木加核弹呢 也是根本的打不进来哈 我们接下来中国里面继续造基地 然后不停的叠矿场 这样子经济的飞越来越好 再在中间造大炮 他们这回的铁木已经好了 看一下紫色是不是要用 这回下面呢有个无畏战舰在炸 我们呢准备造个船场 他那个无畏战舰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盟军 所以说必须要造海军把那个无畏战舰整掉 不然呢这个网页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哈 造个船长 造点海豚给他整掉 幻影呢好像还打不到 造两个船长 对抗我们这个建造速度 是不是相当的快哈 好中路紫色套上铁木 我们这飞行兵就处在这 你看对方塔克一冲进来 顶多呢就是打我几个牛车 但是我们建造速度非常快 我牛车一下就不好了 所以打到这里 他们是不是根本呢就打不进来呀 即使铁木冲一波 顶多的消耗我一些建筑 你看我们这个建造速度相当快哈 主要是基地太多了 造海军呢也是不得行 我们有钱哈 对方拿了一发核弹 我们直接把建筑一卖 又是炸了个季木哈 然后这回呢我们手上呢就情不知境 造了个闪电哈 他们现在其实呢是双铁木 然后呢双核弹 但是呢没有用 根本的打不进来哈 因为他们每一次用铁木呢 都是把塔克消耗 现在你看他们准备呢转海军 但是这个经济啊 这不过我对吧 我们地盘大哈 他们呢就家里面两块地盘 好闪电一放 继续捕换场 你看我们这个海军 已经控制海面了 那么这局打到这里 是不是有一点点不战呢 而屈人之兵 我们根本不需要坦克去进攻啊 只需要控制这个地盘呢就够了 打到这里呢 对方两枪也是受不了 直接领了核放下线了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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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